民众拍到飙车组封街 在大马路上一字排开 其中这两辆并排的汽车 一开始还不断地原地烧胎 互相挑衅 瞬间却又起步尽速 但这尽速的还不止这两辆 后头近百辆 五颜六色的汽车 统统都是等着要趁着半夜 在马路上公然飙速的 来 飙车再来 民众直击这个月五号凌晨两点多 这群汽车飙车组 一路从屏东万丹的产业道路 飙车飙到了高雄大发交流道 甚至还封街狂飙 简直就像电影《玩命关头》真实上演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时 从前后两头展开口袋战术 拦截包围 全数车辆都被盘查 我们就以交通违规来取缔告话 其中的资料驾驶 以及超车回到 还有改装车辆 7度 我们全部以往来取发 警方表示当晚蓝潮了25辆车 并开出多张交通违规告发红单 其中有改装车辆 5兆驾驶 出驾才刚开始 竟然就出现较罕见的汽车 飙车组 看来警方防飙勤勿 有的忙了 记者刘一勤张信高雄报导 警方 Wah具 请记者 写住 白k 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